老赵的工友喝酒喝死了,他死前曾拜托老赵,一定要把他的尸体送回家,让他落叶归根。 为了对象对工友的承诺,老赵扛着尸体搭上了长途汽车。 专事运输尸体的费用太贵,老赵出不起,而且因为不是工商,工友就只拿到了老板好心给的五千块钱,所以老赵选择了亲自运输的方式。 上车前,老赵特意给工友灌了几杯酒,企图以酒醉的方式掩饰尸体的死态。 但出师不力,汽车没行驶多远就遇到了劫匪,劫匪的装备非常齐全,轮着坐地搜刮钱财,就连女性藏在内衣里的金戒指也给搜了出来。 见状,老赵心知自己逃不过,索性将自己身上的五百元现金以及工友的五千块钱全掏了出来,直言劫匪只能拿走五百,不能拿走其他的五千。 劫匪一听愣了,兴趣昂然地询认老赵原因,老赵将工友以死自己运送尸体的事情合盘托出。 工友这一生过得窝囊,这五千块钱是他用命换的,是万万不能交给劫匪的。 文言,劫匪感动地放过了老赵,还把刚才搜刮的钱全部都给了老赵。 劫匪以前做过不少背心弃义的事,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老赵这种仗义手诺的人。 劫匪下车后,车上的危机解除,刚才惊弱寒蝉的人们煞时活跃起来,还自发地拿回了劫匪收走的财物。 一句谢谢没有说,他以尸体会传染病毒为由驱赶老赵下车。 下车的地方有些偏僻,钱不着村后不着店的,老赵打了很久也没有打到车。 不过,好在遇到一位热心的拖拉机大叔,老赵骗大叔说工友的心脏病犯了,大叔一听着急地步行,二话不说就把人拉到了医院门口。 眼看即将露馅,老赵盲用挂号的理由支走了大叔,然后背着工友找了家便宜的旅馆歇脚。 旅馆里鱼龙混杂,住了很多腰五喝六的人物,赶了一天的路,老赵累得倒头就睡,连钱半夜被人偷走了都不知道。 财物丢失后,老赵焦急地恳求众人帮自己寻找,想让大家翻翻自己的财物让他看看。 但那窃贼却尤其狡猾,直接说老赵污蔑他们是小偷,伙同众人围攻老赵。 不敢惊动警察,老赵只好自认倒霉。 打漏了牙齿或血吞,然后背着工友继续赶路。 同住的小伙目睹了老赵的遭遇,小伙的目的地和老赵一样,他也是要去重庆的。 小伙原本是不想搭载老赵的,但可能是看老赵可怜,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 行进的货车内,两个陌生人不设防的交流,老赵坦诚运送勾有尸体回乡的事情。 小伙哭诉自己失败的情感经历,他三年前曾在这条路上遇到过心仪的女生。 为了他,小伙从许诺跑完三十万的路程把人带走,两人一起过个安定的生活。 但没成想,人家根本就是闹着玩的,看小伙认真就跑了。 三十万公里跑完了,人也没了,看小伙哭得伤心,老赵鼓励小伙,既然你已经跑了三十万公里,那你为什么不再跑三十万,把人给找回来呢? 闻言,小伙破替微笑,决定开车去其他路线寻人。 小伙和老赵在分岔路口道了别,小伙去寻找他的朱丽叶,老赵背着工友继续前行。 日夜浮动,咸阳轻染着路面,一车两人分散着奔向各自的目的地。 人生就好似一场相近又别离的旅行,我们终将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分明。 思别小伙后,老赵遇到了一个车子熄火的人。 那人允诺老赵帮他推好车后就烧老赵一程,但那人却极不守心。 老赵推好车后,他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,等都没等老赵。 奔波了许久,老赵早已饿得前胸踢后背,走路的力气都快没了。 不过幸运的是,老赵偶遇了一家送葬的队伍,他打算去蹭点吃的。 行动之前,老赵把工友装扮成了一个稻草人,暂时存在稻田里,然后绑上一条白布就混进了送葬队伍。 老赵扮得很敬业,该走走该哭哭,而且还哭得真寝实感,感动了棺材里的老人。 老人听老赵哭得如此伤心,于是便在老赵吃饭的时候出来打招呼,兄弟,吃饱啊。 老赵呆愣地望着眼前似曾相识的老人,震惊地飘了眼灵堂上的照片,然后挪着凳子就想往后撤退。 见自己吓到了老赵,老人贴心地补充了一句,没错,我就是躺在里面那个。 随后便解释了半丧的原因,老人其实没死,他只是想在生前体会一把死后的热闹,感受有人哭丧的感觉。 老人这辈子无儿无女,老爸又死得早,他觉得自己死后可能会更冷静。 看老人以成相待,老赵坦言自己是来蹭饭的,而且还要继续运送公勇为乡。 听完老赵此行的目的和经历后,老人给了老赵一些防止尸体发臭的药丸,帮着塞进了公勇的蹊跷里。 随后还帮老赵找了一辆运送的板车,拖着老人送的板车,老赵兴奋地在路上飞奔。 心血来潮地跟路上的牛车比赛,还意外结识了一位打算骑行进葬的青年。 青年还热心地邀请老赵喝了咖啡,被青年的活力与热情感染,老赵开心地拉着拖车在公路上奔跑,好似他也重获新生一般。 但老赵好像激动地过了头,一个没注意就拐进了凹凸不平的土球堆里,稍不愣地就把板车弄了个五马分尸,人也甩了出去。 不过,土堆里翻车的不止老赵一个,旁边还有位更倒霉的大哥,他的车子直接报废,抢救的气都没了。 见状,老赵兵跟那大哥要了个轮胎,打算把工友放在里面推着走,又省事又方便。 但谁承想,那轮胎极不受控,上坡的时候节节后退,下坡的时候磁溜打滚,追都追不上,顺着公路就往山澳里滚,是一点也不听人话啊。 看着从轮胎里滚出的工友,老赵气喘吁吁地致歉。 哎呀妈,那谁惨了。 哎呀,兄弟,这幸亏是你,这别人就出生命了。 哎呀,委屈了吼。 而后任命的背起工友赶路,跋山涉水一路,老赵的鞋子已经光荣下岗,穿上工友的鞋子,老赵晃悠地走了两圈,而且还意外发现了工友鞋底藏的430块钱。 老赵打算先借用工友的私房钱租辆车,他实在是背不动工友,钱他以后再还。 订好足用的卡车后,老赵在旁边的饭馆吃了顿饭,打算先填饱肚子再上路。 但没想到,这老板竟然是个黑心的,一顿饭菜收600。 黑老板人多势众,老赵势单力薄地不敢硬扛,只好乖乖地拿出身上的财务交叉。 可老赵身上的钱不够,还得从工友的5000块钱里抽出两张才行。 五漏偏逢连夜雨,老赵没走几步,拿开黑店的老板就带人追了上来,责骂老赵给的钱里有两张假钱。 人言,老赵急忙分看剩下的钱币,这下不得了,钱竟然全是假的。 意识到被工地老板欺骗之后,老赵焦急地向黑心店主解释,但无奈黑心店主根本不听,还气愤地揍了老赵一顿,可真是贼喊捉贼,蛮横烂欺人啊。 假钱几乎倒碎了老赵所有的信念,工友钱也没了,他拿什么向工友的家人交代。 给工友焚去眼前的纸币,老赵边烧边哭,心灰意冷地想就地埋了工友。 他好累啊,他想放弃了。 挖好坑后,老赵以身为耻,躺进坑里试了试。 这坑里异常安宁,安宁到老赵也想长眠于此,再也不起来,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地遭罪了。 眼角的泪珠无声滑落,老赵决定和工友一起踏上黄泉路。 老赵用绳子钓了个大石头绑在树上,准备荡着自杀。 离此前,老赵特意顺了顺头发,理了李衣冠,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取时,老赵躲过了迎面砸来的石块。 只是被荡来的石块砸中了后背。 老赵昏迷后,附近一户养风为生的人家救了他,还贴心地邀请老赵共进午餐。 就餐期间,老赵了解到养风人家中也曾遭遇过重大灾难。 养风人的妻子几年前因为事故毁了戎,那使得他急欲寻死,一点也不想活,但丈夫却劝住了他。 然后全家人搬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生活,生活哪有那么一帆风顺啊,挺过去就好了。 看夜思建案,养风人开车将老赵送到了镇上,而后才转身离开。 辞别养风人后,老赵偶然听到了熟悉的香音,老乡是开发廊的,老赵求着老乡给工友化了个妆。 出于同乡情谊,老乡还顺带给老赵洗了个头。 洗头期间,当地的小警察突然来访,不过不用担心,小警察只是借机顺便溜溜,他心仪开发廊的老乡。 整理完毕后,老赵背着工友离开,陆上还遇到了刚才的小警察,小警察开着警车送了老赵一程。 小警察以为老赵是心上人的精气,专门跑来献殷勤的。 借此,老赵还认了小警察的外甥,嘱咐他好好照顾老乡。 忙活了这么许久,老赵有些饿了,但他身无分文,没钱买充饥的食物。 无奈之下,老赵来到献血站要了点吃的,出来时还遇到了非法卖血的商贩。 为了能凑点路费,老赵跟着商贩来到了收血的黑作坊,还在此遇到了一个乡头的妇人。 妇人的生活也不容易,丈夫早适不说,砸锅卖血送上大学的儿子还嫌弃自己。 但即便如此,妇人还是在老赵离去前给了老赵400元的路费,老赵也承诺送完工友后就回来找他。 许时生活终于有了盼头,老赵带着工友继续前行,开心地吟唱诗歌。 诗歌徜徉新房,老赵背着工友一路前行。 但没快乐多久,老赵又遇到了难题,他搭不上合适的车子,可以拉的不愿意拉,愿意拉的又都是小朋友不方便搭乘。 没办法,老赵只好背着工友负重前行。 道路漫长,老赵步履蹒跚地慢慢走着,专注到忘却的疲惫,失去了思考的能力,以至于泪倒在地。 当地的老警察救了老赵,他告诉老赵,工友的尸体应该尽快送去殡仪馆火化,不能再继续私自认输。 听从老警察的建议,老赵将人带到了殡仪馆,但挑选骨灰盒的时候却出了点问题,骨灰盒有些贵,最便宜的都要四百五。 老赵拿不出来,最后还是一旁的老警察给出了钱。 老警察好人做到底,他陪着老赵回到了工友的老家。 可出乎意料的,工友的家人早已离开,旧纸上的断壁残垣一片狼藉,只有遗弃的废墟。 不过好在工友的家人给工友留了信,信上说,工友长时间没和家人联系,家人搬走了也没法通知他。 所以就在信上留了亲家的住址,湖北省宜昌市新田镇龙安新村。 看着眼前的窗衣残瓦,老赵步惊苦从心来,胸口堵闷得像是缠上了胶带,黄然说不出话。 这家都没了,还算是落叶归根吗? 沉默伴想,老赵黯然起身,赶赴新家的方向。 落叶归根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 根是个意义很特别的词,它几乎可以和家话等号,但它又不同于家,它是人打心底认定的地方。 可以是一座山,可以是一个人,可以是任何坚定不移的善念。 所以我觉得本篇取名落叶归根,归的不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根,更指的是回归纯洁心灵的根,像老赵那样一诺千金的根。 最后公有的家没了,但他一路上遇到的援助之手,那些萍水相逢的善意,何尝不是一个家呢? 一生辛劳无所依,还好最后并不孤独。 好了,那我们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。